224尊媽祖神像 坐鎮板橋第二體育場 信徒雙手合十 祈求平安 仔細看梅州媽祖的皮膚 是粉嫩皮膚色 一雙眼睛祥和眼神 和前方的媽祖神像 呈現黑色面容 氣定神形的感覺不太一樣 原來媽祖的臉色 竟然分成好幾種 以前的粉麵 我們在拜拜的時候 放在那個新刊裡面 因為每天都熏那個煙 那一定是變成黑色的啦 最常在臺灣見到的媽祖 多數以粉麵 黑麵和金麵為主 根據民間信仰相傳 粉麵就是以人類皮膚顏色打造 象徵媽祖成仙前的凡人模樣 黑麵則有兩種說法 一種是被燒香祈福變黑 不少信眾覺得臉越黑越靈驗 一種則是因為黑臉看起來兇悍 所以要負責執行重大任務 而紅麵媽祖則有吉祥之意 通常出現在喜慶場合 白麵媽祖則疑似是大陸和日本打造 因為臉色慘白 在國內比較少見 這個是我們儲惠公 要給民眾請回去保平安的 因為我們開機媽祖是黑臉的 為了配合信眾 需要請神作證才會出現 這麼多不同的媽祖神像 下回有機會去拜拜 不妨觀察一下媽祖臉色 但不論是哪一種 虔誠的心意都是一樣的 記者 陳生牌 蔣玉琪 新美術報導 謝謝你 謝謝你 谢谢大家